一生只被临幸一次 却是整个后宫的最大赢家 仿之女如何尚未成太后 高配版陈婉音 伯姬 凭什么在吕智手中成功简陋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伯姬 太基郡无限人 汉高祖刘邦后宫的一个小偷名 要不是儿子刘衡争气做了皇帝 史书都懒得记载他的信息 伯姬的出身不光彩 是个私生女 他的母亲魏温是魏国宗室女 耐不住寂寞看上了吴俊仁博士 一来二去的魏温就揣了娃 这个娃就是伯姬 伯姬生父早逝 他一直跟着母亲在魏国生活 因为是宗室生活条件还不错 但他是魏温私通生下的孩子 一直被同龄的族人看不起 这又养成伯姬今小甚微的性格 伯姬长大后正值秦朝末年 一军并起 魏国公子魏豹自立为魏王 魏温甚至伯姬一个私生女 也架不了有权有势的宗室 索性就将伯姬塞进了魏豹宫中 魏豹起初也不太喜欢伯姬 直到许富的出现 伯姬才开始成为伯姬宫中的热造 许富是秦末著名女巷师 他断言伯姬将生险天子 有了这层buff加持 伯姬对伯姬是日也宠幸夜也宠幸 就指望着伯姬能为他生个儿子 谁料公事对了 术带错了 伯姬的儿子是天子 可魏豹不一定是天子他爹呀 之后 魏豹被刘邦灭了 他的后宫全部被收编 伯姬就成了宫中织布的小女工 这个姿色平平的小女工 又是如何搭上刘邦 成功揣仔的呢 伯姬能够怀上汉文帝刘衡 是借了宫中哪位贵人的东风呢 伯姬姿色平平最多是个清秀小家人 在后宫一众机械之中并不突出 可现在他在织布房参照雾变了 在五大三促的宫女中他尤为漂亮 刘邦有次在宫中闲溜达路过了织布房 见伯姬由姿色便纳入后宫 他本以为这次能够一飞冲天 可是刘邦回到美人环绕的后宫 就将他彻底忘到脑后 伯姬能够爬上龙踏成功揣仔 谁才是其中最大的功臣 甄嬛没妆都得组团打怪 伯姬又怎能没两个好闺蜜呢 伯姬在年少时曾与好闺蜜 管夫人赵子儿约定过 新鲜贵的人不要忘记同伴好友 管夫人赵子儿被刘邦宠幸以后 一直在想办法提携姐妹伯姬 汉高祖四年刘邦坐在城高台上 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相伴 谈笑间他们就开始推销伯姬 刘邦耐不住两位美人的盛情 加上他还一次没临行过伯姬 也就半退半就的招来了伯姬 伯姬也是个小机灵鬼 他握着刘邦的手放在小腹上说 昨晚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腹上 刘邦心想 嘿这事你可找对人了 一夜过后刘邦就再也没想起过他 好在此时伯姬已有了刘恒 老公见不见得到都无所谓 汉高祖十一年良心发现的刘邦 将八岁的刘恒奉为代王 小透明伯姬又是如何登顶太后 汉朝高配版陈婉音伯姬 凭什么在吕智手中成功简陋 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去世 吕智掌权以后开始清洗后宫 宠妻妻夫人被做成仁智 刘邦的几个儿子也经不住吕智的折腾 死的死残的残 可伯姬与宝贝儿子刘恒 却从没上过吕智的黑名单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归功于伯姬不受宠了 与现在他房的挨斗一样 胡是他们最好的保护色 吕智又不是闲得没事干 却为难个老公都记不起来的女人 又这时间还不如寻思着 刘邦死后怎么收拾欺负人呢 其次伯姬十分会做人 平时对吕智恭敬有加不说 还早早地跟吕智表明态度 只要给他们娘俩一块破封地 他立即带着刘恒滚出独城 刘邦一去世 他立马收拾包袱 跟着刘恒高高兴兴地去了带地 这么识相又跑得飞快 吕智想收拾伯姬史 他都在带地了 最后啊 伯姬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在宫里无欲无求了十几年 到了带地之后仍不忘人设 我们看看伯姬是怎么教育儿子的 他天天让刘恒在田间种地 与地里的老农达成一片 在锻炼了刘恒身体的同时 也在向吕智表示 他无争畏之心 刘恒的每顿饭里都会有鸡肉 不是鸡腿鸡翅等人人争抢的部位 而是贵人都会嫌弃的鸡屁股 他还不断地告诉刘恒 鸡屁股最好吃 当然这一切都是做给吕智看的 搏击身体力行地告诉刘恒 隐人才能成就大事 母子二人就一起锻炼身体 一级狗 在刘恒被封待王的第十七年 吕智去世 刘邦的子嗣被杀得所胜无几 刘恒就成了继位的不二人选 高后八年刘恒继位 史称汉文帝 搏击也到了职业巅峰 皇太后 这是人设立的文 浅漏他最狠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您来讨计刘恒继位 见友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